哈利卡,我是姚妹讲 今天要带大家来逛一个夜市 叫做尼奥夜市 这个夜市在BTS的奇隆站 要走路走路 大概要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吧 就可以到这个夜市 这个夜市听说就是很好玩 因为它每天都有开 所以我今天就选择来这里玩 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进去看吧 走 看起来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大概是 六点多左右 那就是 有些店可能还正在准备 那其实它的官网是说 是下午四点就开了 不过我觉得 下午四点应该没什么店开 因为下午四点其实天气还是算很热 对 那我现在 现在天气比较凉了 就是比较暗了 然后没有太阳比较凉 所以大家出来逛的意愿比较大 连摊贩出来摆摊的意愿也比较大 对 然后我刚刚讲说 骑龙捷运站嘛 骑龙BTS骑龙站 然后出来之后 往那个Central World的方向 一直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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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右手边 就是在那个海南鸡饭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 就是那个 粉红制服的海南鸡饭的 对面那一个广场 就是这个夜市了 然后从里面这边走进来 到底呢 这边全部都是酒吧 就是有露天的酒吧 然后有放着音乐 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就是 啾啾 啾啾一下 就是轻松一下的话 就是可以点一杯酒 然后喝个 点一杯酒 然后来听个音乐 这样也不错啦 这边呢 它有一些 像那种货柜 货柜屋式的那种餐厅吧 看一下 哦 刚刚这里面呢 就是 我刚看到它是一个人 要点一份餐 然后就可以进去 那桌上这边也有摆 就是给小 不是小朋友 给宠物要吃的食物啦 就是一盘是三十泰铢 好像不错耶 里面什么都有 有蜥蜴 有天竹鼠 也有乌龟 也有狗 也有蛇 我想继续逛喔 可是里面人好多 我想算了还是不要人挤人喔 继续逛好了 走吧 就是看到就是他们会很热情的 兜售你就是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会拿菜单给你看 那上面都有价钱 其实要看好价钱再进去吃 它这个一件是120元 然后三件的话就300 我要买三件 四张 OK 四张 你给多少钱 四张 四张 好啦我刚刚就是跟他买六件 想说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 他说不行已经够便宜了 也是啦 一件100元我还要跟他杀 我没有人性了 好啦 今天我在这边买了六件 嘿嘿 看 终于有衣服穿了 我就不用再穿背心了 我的摄影师想看我多少钱 不可以不给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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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看 一件200泰铢 哈哈哈哈 一件200泰铢 买三件的话便一件180 所以要买三件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心 开心 现在这个MAS的冰淇淋 就是在那个柠檬夜市算蛮有名的 就是蛮多人推荐的 然后刚刚老板娘问我说 你要不要下去炒个两下 我就说好啊炒个两下 然后我点了那个 点两种口味再一个优格 我点的是草莓跟草莓 草莓 草莓跟草莓 草莓 草莓跟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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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热 拍摄啊 耶稣 介绍 草莓 小草莓 这个 Keys 新鮮 那呢? 那呢? 都要拿来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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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拿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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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通常来这边的客人 通常来这边的客人 我问他 我问他这边如果客人要来做的话 可以做吗? 他说可以 通常都是外国人才会做的 所以你今天来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做 他说 蛮多人来这边拍照跟拍影片 就把它铺平 待会就要做 冰淇淋卷 他叫做猫姐姐 喵 猫姐姐 ok and ok 要等他干一点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点丝 然后要越干 就是越冬的时候 卷起来 那个卷才会很漂亮 这样子 好看 他就是问我要不要加芒果酱 我就加了一点芒果酱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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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很大力这样子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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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来看 好看 再差 不是在妹妹妹 尝尝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就会很 要很大力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哦 我刚刚问老师给我几分 几分 他是七 七分 百分十分 卡 他说我下次来可能会更好 我给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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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你几分 嗯 杰力 杰力 哦 果凍 哦 哦 哪哪 咧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哦原来他是要给湯匙 卡 卡 卡 耶 耶 自己做的哦 很有成就感 你去哪里 哪里 哪里 八十九泰铢 就有一个手做冰淇淋 耶 我要来试吃哦 如果上面要加鲜奶油的话 是九十九泰铢 我先来吃哦 好冰哦 好好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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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九泰铢 然后后面这边还可以 有椅子可以坐 好 好 放完这一圈 尼奥夜市的心得感想是 虽然他官网上是说四点开始 可是当我四点啊 然后四五点来这边的时候 其实店家还是没有开 甚至到六点呢 还是有一点没有开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得是 最好要来这边逛的话 在晚上天色暗的时候来逛会比较好 店家开的会比较齐全 那他这边有两边嘛 一边就是食物区 一边就是呢 衣服区 然后我刚刚逛完的食物区 我发现他就是 价钱虽然偏贵一点 不过还是有几家是有特色有趣的小店 就像我刚刚去炒的那个 Master那个冰淇淋店是一样意思的 那边的那个老板娘非常的nice 可以去找他哦 那再来呢另外一边逛衣服的那个 也是要认真找认真看一下 因为有些呢是 算真的蛮便宜 你可以就是一件 两件三件 都可以杀一点点价 杀个十块二十块左右 大致上原则上来逛呢 是还算OK可以逛的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很好 就靠近在那个BTS奇隆这边嘛 那也许我逛完夜市 我就可以去逛Central World 然后Central World逛完 我可以去拜个四面佛 然后搭个那个BTS回家 对我而言我觉得 这一条 你要吃要逛要按摩 要高档的 要平价的 在这一区都有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时间来到Central World 他们这一区的话 也许多走个几步 来到这个夜市逛逛 也不错哦 体验看看 好的 如果想要看更多鸭美奖 在泰国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鸭美奖的YouTube 还有脸书哦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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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